大陸人來了 好壯壽 好壽 國民黨連江縣立委陳雪生 聯合進總成立大會 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 趙紹康跨海力挺 如果繼續執政 我看未來八年 戰爭難民 賴清德 他就是一個危險的台獨分子 不是嗎 是不是 是 台獨金孫 到了選舉 突然說自己是政治金頭 哪有為了選舉變來變去的 那將來會不會再變回來會不會 當然會嘛 如果賴清德當選 是非常危險的 是會給我們台灣帶來風險的 也會給馬祖帶來風險的 要歷經戰爭歲月的馬祖鄉親 三思而後行 這已經是趙紹康 一連兩天猛K賴清德 對台獨立場曖昧不明 昨天美國三個學者 包括蔡英文的好朋友葛萊宜都說 賴清德當選以後 應該宣布凍結台獨黨綱 老美爸爸 老美媽媽 老美姊姊 跟你背主 你就背主得好啊 很嗆賴清德 不敢當機立斷 還拿美國幫忙背書 不過被點名的美國學者 葛萊宜連夜發文澄清 說遺憾觀點 遭到台灣某些人斷章取義 強調自己通篇文章重點在於 台灣需要透過有實質的威脅與保證 建立有效的威懾力 並非藍營說的凍結台獨黨綱 我應該說所有的文章其實都是關切 這一位台獨精孫 這一位台獨工作者 到底對整個國際局勢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什麼樣的傷害 這才是我們大家應該要認真思考 認真關心的一個問題 時不時翻出台獨議題 說賴清德就算被葛萊宜糾正 工黨看來依舊選擇要繼續斷章取義 近新聞黃軒沈明陽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